31岁 单身 我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就是明白这个道理太晚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我为什么单身这件事情的反思 希望屏幕前的你也早点开悟 大家普遍认为 结婚就是搭伙两个人过日子的 一起还车贷 房贷 在一起寒心如骨的再养一个孩子 你不按照这样的流程走 你以后想怎么办 老了孤独终老吗 跟谁结婚不是结婚 就看你的报应有多少了 到我们这个连继段还没有结婚的人 大家呢普遍就会说 要求太高了吧 太挑了吧 我承认或多或少 有这方面的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吧 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呢 我觉得我不够认可自己 第二呢 完全没有亮眼技巧 我先来说说不够认可自己吧 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 非常不认可自己的人 我不认可自己的家事 我不认可自己的学识 我不认可自己在工作上面取得的成就 以及工作能力 就是因为不够认可自己 所以感受不到自己的价值 不认为自己是值得被爱的 在这样的认识下呢 在一段感情当中是非常焦虑的 我不想和对方聊彼此成长关键 我不想和对方某一个观点产生深入的探讨 我也不想和对方分享我在工作上的思念 因为我认为我不是最优秀的 过多的沟通和交流 会暴露自己的不优秀 没有人会喜欢一个这样不优秀的你 所以我们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 他永远走不近我 而我也不相信他真的会爱这样一个不够优秀的我 所以我在感情里面极度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 觉得对方随时都会离开 怕不往昧的自己 不值得被爱 所以三十一睡了 仍然单身